继去年在台东市举办2000多人大游行之后 台湾幸福家庭联盟及台东守护幸福家庭行动联盟 为了呼吁社会大众重视婚姻及家庭的价值 3月16号下午2点半在南京路市民广场 将与全台11个县市同步举办316幸福家庭快乐一走活动 魔动中将以宣誓及连署的方式传递103年度的主题首份 强调父亲在家庭里的重要性 并颁发台东县结婚40年以上的模范夫妻奖项 主办单位及承办单位诚挚邀请大家福老西幼 一起来参加这个别具异议的活动 雷玉慧徐祖珍采访摄影